光复乡公所以顺末感恩联欢方式和乡亲一起要欢醒 迎接2024年到来 上圈位的民众把摸彩券索取一空 再度与旺旺文教基金会合作开办演乃公益演唱会 点燃了台下阿公阿嬷们亲身热情现场是嗨翻天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再度与旺旺文教基金会结合开办公益演唱会 邀请六位知名歌手轮番现唱多首经典与创新歌曲 唱的台下长辈们重返追星的青春时代 开心打起拍子大合唱 台上台下热烈互动海报现场 光复乡公所一岁末感恩联欢晚会 辉别2023年迎接2024年的到来 吸引超过1500多人热情参与摸彩券也秒杀被索取一空 一度出现小插曲 而在地机关首长名义代表 部落头目村长等嘉宾也都全员到场 同庆同乐 乡长林清水贤康里上台支持庆贺祝福的同时 对于乡公所推动2023年推动完成地方乡镇 以及2024年即将办理包括太保朗部落之星 5300多万元的工程计划 客委会补助4年文化附阵建设 以及马滩公园后续展授市集 大兴阿鲁龙部落聚会所的建制 社区道路整顿 马滩实体水资源二期供6000多万元改善计划 相知编撰 全民健保 重阳里经发放等等的产经文化社会建设 林清水如数夹针 花了五分多钟的时间 移一向现场乡亲报告 总归一计划 光顾乡如果能够进步一点点 还进步很多 都是靠我们前乡 首尾乡民一起努力 靠我们前乡的代表 村长我们的议员 立委 幸福 和中央长官 大家就帮忙 才可以来完成一点点的进步 希望明年会比今年更好 这一场岁末感恩联欢晚会 除了野乃乡亲们还唱公益演唱会 各社团协会精彩表演 也乐由原游会市集团位 有值大奖摸彩以及烟火释放 大家以温馨感恩之情 共同为2023年画下圆满句点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继续